大家好 我是胡老闆 今天干嘛呢 今天呢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 全新的特斯拉的那个 Version 3的 Super Charging Station 那在我家这附近呢 最近刚刚 就是他们开了一个 新的这个 Level 3的充电站 那这个充电站比较小 他只有八个 那个充电桩 所以呢 今天早上我 那个开车经过的时候呢 他是满的 所以现在就是下午呢 这个时间我带你们 大家去看看 那我们现在就上路吧 超级充电站的路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超级充电站的路上 超级充电站上都写 你今天如果是 经过他的 车上的这个 超级充电站 然后去设定说 你要到哪个 超级充电站的话 他在开的路上呢 就会 预先应该说 加温 这个电池 就是 当你到达的时候呢 你的电池 就是刚好是 最好的 那个温度来充电喔 所以呢 他充电速度也会比较快 那我等一下就来看说 这个全新的 Level 3 250KW超级充电站 我到底可以充多快 超级充电站在哪里呢 在那个我们Irvine这边有 另外一家大华99 就是那个Walnut这边 Walnut跟Jeffrey大华99 99呢 他这个超级充电站呢 藏在后面喔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 那个99在那个方向 那我们现在就开到他的后头 他这个超级充电站呢 藏在这里 小的大家前面已经看到了 这个团圈站 我早上起来 过来的时候人超多的 那现在呢 刚好有一个空 那就CWA啦 已经把它插上去了 我们来到车上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充电速度在哪里 哇 刚插上去喔 那我今天电池大概是 来的时候大概是有一半 差不多一半嘛 那你看我目前刚插上去 我已经在那个 94KW的速度在充了 OK 我们现在在这边的 这个超级充电站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我在彩测喔 这里呢 虽然说 up to level 3 就250W 但是我觉得 他这边的电的供应 可能 全部到有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再买的供电 因为我目前充电速度 我再怎么看 也是平均大概在90左右 充不上去耶 你知道吗 但不过anyway 还是比你正常的那个快很多啦 OK 我刚刚确认原因了 主要也是因为 我来的时候 我的电太多了 我有50% 所以他不太可能 给我那么快的充电速度 然后同样呢 因为现在 全面的充电站 都是满的喔 所以呢相对的 那充电的那个 电的速度也相对掉下来 但74KW 还是我在家里的 10倍 所以还是很快 0 1 1 1 2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